我们刚刚写了一个Hello World 这个Hello World我们也用视窗执行过 也用命令列执行过 就是CSC编译器编译完执行过 但这个程式一开始就需要这么大吗? 其实不用 比如说我是不是要使用System System应该是要 但其他的可能就不用 因为他是先帮我们做出来的时候 对我们简单的程式来讲太多了 这个Namespace要不要 其实也可以不用 但是你也可以要 在这里其实你可以修改一下它的Namespace 也OK 刚刚说Application1 不一定要叫这个名字 比如说Namespace叫做 用我的名字也可以 好 那Namespace是随便 class呢 你要叫什么其实也都可以 那以这个例子而言 我们这里叫Hello.cs 那我class叫Hello 这是比较一般性正常的做法 你叫别的名字 其实在CSOP里面也可以 但在Java里面不能 好 来 那所以呢 现在呢 这边是可以 这样子就够了 我们来试试看 开始侦措一下 OK 它还是可以执行 所以 这里 这是没问题的 就是我 我其实不需要写那么多 那我这里如果改一个名字 应该叫 应该叫 好 我叫ESP test 好了 运算式测试 好 那我这边呢 我 有几行程式 我把它拉进来 好 这里 我们看到说 OK 我 设int A等于3 B等于A 好 那这样B应该也是3 对 float π等于3.14 各位显然知道我在定义 远周率 对 好 接下来呢 CHARC等于H StreamMessage 请注意 这里有Stream这个形态 标准的C语言是没有的 C++ 是有 那 在这里 Csharp直接就有Stream这个形态 那 在写高阶的程式的时候 你会发现Stream这个形态非常重要 如果没有Stream的形态 我们会非常非常麻烦 像C语言就有这样的困扰 C语言没有Stream形态导致它 在很多处理上面会 你要用非常原始的方式 去算到底有几个byte之类的 会很麻烦 那这里有Stream形态 像C++后来加了 你就不用去算几个byte 但是 这些不用算几个byte是有代价的 因为 它的空间效率啊 记忆体啊 之类的 它就必须要靠一些 像垃圾收集机制 去处理 那垃圾收集机制呢 在某个时候 它会启动垃圾收集 那可以把把记忆体里面不要的东西清干净 但是这个垃圾收集什么时候启动 代价是多少 需要多少时间 这些是对程式的 那这个实行效率会造成一些影响 OK 那这是自串 那接下来你可以看到 C-sharp里面有Booling Bool Bool就是Booling值 那Bool x等于True y等于Force 这是Booling逻辑值 OK 那在这里我们就可以再看一下 OK 啊 我们先执行一下 刚刚这个程式我把它执行一下 A等于 OK 这里 请注意哦 我直接用加 这个加呢 其实是指字串相连接 所以叫 我这样子写 好 你看一下它的执行结果 发生键是错误 那代表我的语法有问题 看一下是什么问题 它说不能将Double 长值转换回Float 因为在C-sharp里面浮点数预算是 预设是用双精度的浮点数 叫Double 好 那我现在这边设Float 其实就不太好 那我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应该是这样子吧 啊 OK 好 请使用F后置 它用大写 我就用大写好了 好 那我再 增错一下 OK 这样可以 你可以看到它输出A等于3 B等于3 好 那这就是 我刚刚执行完的结果 那其实 在这里哦 刚刚它的Double这个问题呢 就是浮点数它是单精度的 如果我今天想用双精度的 那就必须要用Double形态 这样就不会有问题 不然就要每次加上F也很麻烦 那你可以看到我们执行完之后 有没有看到这里下面 下面这个是区域变数 那你可以看到区域变数的每个每个值 包含ARGS都有 那这个A是3 B是3 Pi是3.14 C是H MSG是Hello S是True Y是Force 这都是根据我们设定的 那当然你也可以把它印出来 就像我们这一行印出来一样 不过其实有有这个区域变数的 就是监看视窗 其实我们就不需要每一个都印了 那大致上从这个监看视窗 我们可以看到它做的事情是对的 好 但是呢有时候有时候我们希望说 监看某个东西 但是这个东西可能不是区域变数 那这时候你在区域变数的视窗里面就监看不了 那举个例子 我们先把它执行完 我们举个例子 好 这边如果我在这个class里面 去加一个东西 好 我在这个class里面 加一个int H好了 年龄 等于35 好 好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再试一下看看 我再执行 好 你可以看到区域变数里面没有年龄 对不对 没有年龄 这时候我看不到H 怎么办 我在这边监看视里面我打H 好 它会说 哎呦 要有物件参考才能使用非进态栏位方法或属性 好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 这个是物件 这个是class 这个是类别 类别说 类别其实就是物件导向里面的物件 只是它是物件的样板 好 那我在这里设的一个变数呢 我在这里其实不能用 为什么不能用 因为我们没有建立新的物件 所以不能用它 所以我要用它 我的办法是这样 我要加一个静态的 静态的变数 它是跟着类别 不是跟着物件 也就是说 只要类别 你有宣告 它就会有 所以我把它停止 然后呢 重新执行一遍 那你这里就会发现 OK现在呢 我先看是里面的edge有词了 35 OK 这加静态的意思就是说 它变成类别的 的成员 那至于什么叫类别的成员 各位现在可能有点 模糊的印象 然后会觉得不太了解 没关系 等一下 之后我们讲到物件导向的时候 各位会越来越清楚 那目前暂时有个模糊的印象 就够了 也就是说 我必须要先加static 不然我是不能存取这一个的 好 那有了这个东西之后呢 我们就 就可以监看每一个你想监看的变数 在这里 你只要打进去就可以了 甚至好像也可以打运算式 我打edge xs 350 就跑出了 所以你可以在这边监看 任何你想监看的东西 好 比如说 OK 可以 好 那这个是 我们在 在这个监看式视窗里面 其实很方便的可以监看 你的状态 那这个在 各位使用的 市议员开放工具里面 通常 没有做到这么好 就算有也没有做到这么好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 请 我们刚刚这个范例所 所要教各位的是 宣告 一些 基本的 变数形态 那我的程式在这里 所以待会请各位呢 去试试看 你把这个东西放进去 然后用 用区域变数去看 或用监看式去看 或者是再把它印出来 那请各位就做这个动作 试试看 那 各位可以开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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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